好,我们一起来,一起来祷告 主啊,今天是2017的第一天 把我们今年整年的生命都摆在主的前面 我们个人的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教会 我们都愿意放在主前面 把我们所爱的亲人,朋友 我们所关心的乡亲 主啊,我们都愿意放在主的面前 求主你恩待我们摆在你面前的 因为我们的心都在那个上面 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 那些就是我们的财宝 帮助我们把它放到天上 帮助我们从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方向转过来 帮助我们个人的生命有更新 我们家庭有长进 我们教会更是翻展过来,更合乎你的心意 我们今天所讲的,所祷告的 都是从我们心底发出的 也许我们一年之内都没有办法完全做好 但是主啊,你sealed it 你帮助我们,你听着,你也记着 我们今天的祷告 当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持守的时候 你拉我们一把,扶我们一下 主啊,你要怜悯恩待我们众人 借着我们,你怜悯恩待世界上的人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在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今天要讲一个很新的题目 也是很老的题目 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所有的都很新 但是所有的也都很老 圣经有多少千年的历史 也不早有多少人讲过 很多道理听是听过 但是若我们仔细地想想 我们还是没有听过 所以我们在听道的时候 在领受神的话的时候 求神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 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 在教会有什么样的历史 只要有一颗谦卑的心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每天每时有新的领受 在旧的经文上 有新的亮光 我今天用的经文 非常地老旧 但是我希望从一个新的观点 来看这节经文 好 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吗 这节圣经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 我们一起来念三次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 来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了 好 那我今天开始呢 我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 旧事已过 什么叫做旧事已过呢 在我们的生命中 什么叫做旧事已过呢 或者是难看的 那些丑恶的 那些难堪的 那些让人很尴尬 不好的 我们有没有很多旧事不好看呢 如果有人有的话 如果有人没有的话 我替你感谢 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 因为我们仔细检查 我们内心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说 我们都有一些 很不得见人的事 那些不好的事情 有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 我自己都不敢想 每一个人都有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的话 是因为你不看 而不是因为没有 圣经上讲 他说 他说 我们之所以认为我们很好 我们之所以认为我们很好 或者比别人好 乃是因为 我们没有看到 真正的自己 我记得跟你们 我记得跟你们 讲过很多次 我记得跟你们讲过很多次 我记得跟你们讲过很多次 我在开始 我心里面非常的担忧说 如果我这样子 我怎么样带领一个教会 我怎么样 这个瞎子顶瞎子 后来神让我看到几节经文 让我豁然开朗 让我看到一个与神接近的人 是应该越来越看到 他自己的黑暗 如果我们任何当中一个人 我很大胆地讲 我自己觉得 我现在比以前更好 我越来越好 光景越来越好的话 你很可能 是 on the wrong track 你往错误的方向走 因为你离开神 越来越远 所以你越来越看不到 自己的黑暗 保罗他自己说 他从开始 他说是我小子中 我信徒 我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 然后他说 他是个不配的罪人 最后他到年老的时候 我是说 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当一个人离神 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他越来越看到 自己的误会 and he will see the ugliness inside his heart 听众子没有 我要鼓励你们 我要只是大家想想 你觉得 你2016年 是比2015年好吗 还是更坏 so brother and sister I want you to think about do you feel that your 2016 is better than 2015 我们求神 让我们真正 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不敢 说我们在神面前 比以前好 so may god help us if we truly sit on ourselves before the lord and we would not say that our life is getting better 我们看起来 自己越来越不好 但是在外面 确实相反 因为我们越来越 会圣洁 越来越圣洁 我们的行为 会更圣洁 在里面 在里面 知道越来越不好 外面 确实相反 when you realize that you are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no not getting worse when you realize that the ugliness inside your heart that your external behavior will become better 因为你在神面前 你会越来越谦卑 because you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humble before our lord 因为你自己知道 你病病会被别人好 and because you know that you are no better than others 兄姊妹我们要小心 2017年 我们真的要 常常谨慎自首 要看看 求神光照我们 让看到我们 有什么恶事 恶念没有 but the sister may god help us that we have a careful 2017 that we can examine ourselves each and every day 看到 然后说 神你都赦免我 我感谢你 因为 你的恩典 在我身上 是何等的大 we can see and we can say that lord we thank you because you have such great mercy on each of us 我们不够感恩 是因为我们 没有看到我们 有多肮脏 上帝赦免我们 我们认为自己 还行的时候 我们不会对上帝感恩 你看我日子过得很好 都是我自己的功劳 so we would think that we're we're having a social life we have an alright life then we 我必须要说 我们的生命 的窝丑肮脏 在上帝面前 都要过去 I have to say the old thing the ugliness and the bad side of our life will become past 当这些过去的时候 你会 越发的 在神面前 谦卑的 和顺服他 when all of these are past that you will become more humble before our lord 在这个后面 显出一件事情 and there's one thing behind all of this process 他的怜悯 和他的慈爱 and that's his mercy and his love 我们所有那些 不堪的回首 那些龌龊的事情 思想行为 在神面前 都要过去 都是上帝的恩典 all the ugliness in best side in our heart will become past 什么叫做连续 什么叫做恩典 我再讲一次 what is mercy and what is grace 两个字不一样 and they are different 连续是上帝 减轻我们 该受的刑罚 叫做怜悯 mercy is God elevate the punishment that we should have been 对 should deserve we deserve 然后恩典 是不当给我们的 上帝给我们 叫做恩典 and grace is those things that we shouldn't have and God give us 我们在神面前 先要 我自己认为 先要求神的怜悯 a person think that we should ask God's mercy 照我自己的本相 我不够 资格 我本来要受很多的惩罚 because according to my old self that I should have I deserve more punishment 然后求恩典 我不该得的 神给我们 这个是我 神给我的恩典 then after the mercy I should ask for grace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很清楚的 清楚知道 就是 是包括那些 所有那些 肮脏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 过去的一些行为 so all include the bad and ugliness in our heart 我们都知道 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讲到爱 对不对 so we all know that in 1st Corinthians chapter 13 we talk that Paul talked about love 在 4th Corinthians 前书十三章 讲爱的时候 里面有一句话 说 不计算 人的 恶 in Paul in 1st Corinthians chapter 13 Paul mentioned no record of wrongs 我们 很喜欢计算人的恶 我们特别喜欢 把人的恶 记在一本本子上 然后 偶尔拿出来 犯一犯 we love to record other people's wrong in our heart and we can we can reveal it 弟兄姊妹 我们都有这个毛病 and Barrett's sister we all have this kind of problem 我们特别是 比较敏感的 特别是 女性同志们 姊妹们 或者 因为你们 比较敏感 especially those sensitive ones 你们爱的也比较多 所以你们付出也比较多 and you pay more 所以你们常常受伤的 比较重 那些伤你最重的 通常是 你爱的 或付出的 最多的 是不是 有同学伤你 好朋友伤你 亲戚朋友 亲戚 或者说 你的丈夫 或者你的配偶伤你 痛不痛啊 from your classmate from your best friend from your spouse from all those that you love 英文里面讲声 有一个 pocket book 拿出来 我问 啊 你今天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in english there's an old saying a pocket book a pocket book is a book that we record other people's works 我们中文讲 老丈 对不对啊 我们喜不喜欢翻老丈 喜欢啊 in chinese we have old sayings mentioned about old 特别有些人喜欢翻老丈 那些人可不可爱啊 a lot of people lied to reveal the old 弟兄姐妹 我们从今天开始 2017 不准翻老丈 so brother and sister in the year of 2017 please 听到了啊 forget about those old 我今天 entrust everyone 从今天开始 2017年 不准翻老丈 I entrust everyone of you in 2017 do not reveal those old debts 不好的事 过去的事 肮脏的事 窝丑的事情 全部不提 especially those bad those ugly those things that hurt you the most forget about it 每一个人都有做错的时候 everyone has their chance to do the wrong thing 你为什么不原谅别人 God has already forgive us and why wouldn't you forgive 我们没有资格翻老丈 如果要翻的 只有上帝可以翻 only God can reveal those old debts 从今天开始 教会里面 不准翻老丈 听到了啊 starting from today in our church 神说了 就是已过 就让他过了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 that we just read everything 不需要翻出来 证明我自己比你好 不需要 what is old has passed away so you don't have to reveal the old debts in order to show that you are more decent 我们的价值 不在人家的范围里面 是在上帝的评判当中 our value is an according to others but according to God 好 听到了啊 所有弟兄姊妹 特别是姊妹们 你们以后不要翻老丈 especially 不要对你们的 配偶翻 也不要对你们的 孩子翻 也不要对你们的 亲戚朋友翻 不准翻 especially not to your spouse not to your children not to your relatives 你们做丈夫的以后 私下可以谢谢我 没问题哈 十年前你做了什么 两年前你干了啥事 哎呀翻起来 真的是如暑家争一般的 you have done me wrong ten years ago and also two years ago you did this 下次如果有人翻的话 你就跟他说 牧师说不准翻 next time when someone say that you can say according to pastor you shouldn't do that 上帝说可以吧 and if the other person feel that pastor is not strong enough you should you've referred 不好的 窩图的 肮脏的往事 全部忘记 forget about all those bad 对不起哈 讲错了 不是忘记 等一下我再讲 不可能忘记的 好 但是不准翻 不准翻 but not to reveal those old depths those bad and those ugly 特别是就是 包括那些不好 不如你意的 伤你心的那些 痛苦那些东西 存在 我们acknowledge 那个存在 但是我们不应该翻 也不要翻 you should acknowledge those things that hurt you the most in the past but you shouldn't reveal it everyday 走一条新路 过一个新年的时候 通常最让人 不能走下去的 就是那些 老丈在我的背上 我没有办法 不准它 when you started a new process usually what's hindering you is those things that you carry on on your back 这个就是 the old debt 我们就英文说的 baggage 就是在我们身后 背了一个 很大的包袱 在那个地方 压着我们 就让我们 喘不过气来 是我们制造的 those baggage that you carry on on your back usually hindering your new process your new track 就是已过 第一个就是 包括那些 不好的东西 and the first thing is those what is old has passed away is including those bad and ugly 这个不好的 会过去 是证明 上帝的慈爱 那一面 so the old thing would pass has showed the mercy and love of our God 第二个我要说的 那些好的过去 那些行为 也让它过去 and the second aspect of this verse is what is good and beautiful 哎呀 你怎么这样讲啊 这个 这个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so you may say how can you say that 我不是说 我们不要赞美人 不要鼓励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I'm not saying that you should not praise others 我举几个例子 我自己的了解 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 for examples 上帝说 或者耶稣说 我们在做好事的时候 是怎么做的 so according to jesus when we do good things what should we do 怎么做的 我给你们一个 hint 怎么做的 what should we do 左手做的怎么样 右手要不要知道 不要知道啊 the right hand shouldn't know the good things that you did with your left hand 很多圣经讲 我们做好事 做善事 对神服事的 就默默的做 不要去算它 so serving those good things those charity that you have done you should do it in silence 我可以跟各位 听众准备讲 特别是 我们不要去 提以前的事情 so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I urge you not to remind those has passed away 中文也讲 好汉不提 当年 in chinese we have an old saying even warriors shouldn't mention the good deeds that they did in the past 我们不需要把我们 当年怎么样怎么样 搬出来 证明我今天还行 不需要 you shouldn't shouldn't mention those things those good deeds that you have done in the past 我自己认为 我们每时每刻 都要很谨慎 在上帝面前 因为我们没有把握 你过去好 今天就是好 明天也好 没有把握的 so 我们没有把握 昨天好 今天就会好 或者说 我今天好 我明天也会好 没有人有这样子的把握的 so no one can have assurance the knowing that you will be good today and tomorrow 我不能说 我信主五十年了 我明天就能够 站立得住 没有 不能这样子的说的 I cannot say that I have believed in God for fifty years so tomorrow I can stand out 自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 免得 英文背出来 跌倒 是不是啊 so for those who think that you can stand up you should be careful because you will stumble 发现了这个毛病 就是意思 哎呀我信主这么多年 我信他应该很好 好 就马上就跌倒 这就是圣经讲的 那些自以为 站立得稳的 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 so that is what the bible says those who think you can stand up you should be careful because you will be stumbled 过去做了一些好事 过去为神所做的 过去行善 我们都放掉 so forget about those good deeds that you have done in the past 都让它过去 let it go 我告诉你们 I tell you the truth 不要担心 do not worry 你我所做 任何一点 小小的好事 上帝 都必纪念 so every little good deeds that you and I have done God will remember 耶稣说 你给小子中 最小的一杯凉水喝 你都不能不得赏赐 Jesus said even just a little cup of water that you have given to the little one 你要去算你做的 让上帝去算好了 let God be the accountant 上帝 绝对不会亏待你 你所做的 任何一件事情 在神面前的 上帝绝对会纪念 God will not let you down God will remember every little detail that you have done 在这一点上 我看出 上帝有一个特质 so from this perspective I can see 他的信实 和他的公义 一点都不会少 I can see His righteousness and His faithfulness 上帝只有两个个性 God only has two qualities 圣洁公义 和信实 第一个 那几个 righteousness Facefulness 第二个 他的怜悯和慈爱 and the second aspect is His mercy and the love 在这两个都是 百分之百的情况之下 你把所有的道理 放在上面 都一目了然 both buckets are a hundred percent 那些好不好的 神因着他的怜悯 让救世已过 so those bad things that you and I have in our heart according to God's mercy and God's love 那些好的 你不要担心 也让他过 上帝的公义 和他的圣洁 会替你守住 你那份的产业 those good deeds that you have done do not worry God will remember because He's righteous and He's faithful 我们的上帝 就是这样的一个 位上帝 and our God is this kind of God 你有什么 我有什么 放不下的呢 so how can you not letting those go 就是已过 把2016年 以前所有你的人生 好的坏的 都让它过去 so what is old has passed away what have the good thing the bad thing that you have done in 2016 你我要做 一个新人 第一个条件 你就要把过去 放下 in order for us to be a new beings new creation that we have to to let our past go away passed away 让它过去 让它pass passed away that means you're letting those things passed 神那里有最好 世界上的记录 God has the best record device in the world 我顺便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一些 一些习惯或什么 I would share some of my habits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特别不太喜欢照相 have you realized that I don't want to be 你可以说我不上像 那也是事实啦 但是实际上 我后面还有一个 比较神学性的想法 But actually I have theological theory behind my behavior 你要看到天上看吧 If you want to record those moments you can go reveal those moments in heaven 我们很多人喜欢自拍 Many of us like to take selfies 我们喜欢留影 We like to be in front of camera We like to post a status on our social network 我劝你们省省时间吧 And I urge you save your time 上帝那里有 4K的好不好 God will have a 4K the best recording device 那个像素 绝对比你的像机 还要多啊 而且是live的 而且是vivid 而且是 最好的 The moment that God record in his device will be more vivid and higher resolution 我要花时间 去留一些青春的小尾巴 不必啦 对这些稍微 年纪大点的人讲 这些年轻的 还有小尾巴 可以抓 Do not waste your time on trying to record the use the teenagehood that you have 不需要 真的我个人 也许有点极端 真的不需要 我真的不喜欢花时间 你怎么修啊 干嘛 不必了 浪费时间 上帝那边 有所有的记录 以后我们到天上 你爱怎么看 你就怎么看 你去看吧 你在世界上 赶快花你的时间 鸡财宝在天 这比较聪明啊 你的生命只有这么短 你赶快赶快 做你该做的事情 不要浪费在那些 没有意义的事情 对不起啊 有点比较少 好的事情 上帝绝对会记录 对坏的事情 我要做一个 food note 要做一个注解 有一个字叫做 consequence 你们知道吗 there's a word consequence consequence 就是若任何事情 都有一个后果 神会赦免我们的罪 但是这个 consequence remain 任何做的 我们在人间 做的事情 我们做的好事坏事 都有consequence 都有后果 我们让这些 所有事情过去 不是说 不计较它的后果 后果 上帝管 不是你管 也不是我管 我们很多人说 哎呀世界 坏人就这样 他就get away 然后你不要担心 不是你的事情 生冤在我 我并报应 上帝是管 consequence 你轮不到你 也轮不到我 让这些事情 pass away 是你不需要 再去挂念它 它有什么后果 不是你家的事 none of your business 哦这个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how it come out but anyway it's not your business so the consequence of these things are not your business 有人冒犯你 有人侵害你 有人要 倒你的蛋 让他去 你让他pass 上帝会审判 上帝会替你 负责 生冤 when people wronged you forget about the consequence because God will help you God will be the judge 让他过去 就过去了 let those things pass pass 所谓水过 过无痕 应该是如此 it's just like water when water 不是 water both the ripples it will slowly just die down become nothing the ripple will slowly dye down become nothing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 这样三面前 就是已过 就真的过了 may God help us so in front of him that we can say all the old have passed away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and the second a perspective of today look what is new has come 这个中文呢 就没有把那个味道 讲出来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在原文上面 有这个字叫 look behold 哇 你讲完了 我讲完了 真的有那个味道 look behold 看啊 看啊 in English there's a behold behold 那个意思就是什么 很surprise 啊 很 呀 很惊喜 there's a little surprise-ness 哇 都变成新的了 in English 他怎么这个脏的人 怎么一下变新的了 变干净了 those surprise including you would say how can a person like this 哎呀 这个人 这个人 上帝也就啊 哎呀 这个人 该下地狱了 上帝怎么也会 哎呀 哎呀 等等 等等 哇 就是那种 there are many surprise that you will have 哎呀 弟兄姊妹 我们在神面前 真的是 没有办法不惊奇 上帝用每一个恶人 每一个罪人 that you you will surprise because God would use every sinner and every bad person in this world 我讲了很多次 当上帝给我们 耶稣基督 这块羊皮 我们一批的时候 上帝就看我们 算了我们 是一个全新的人 一个字是adopt 一个是declare 就算我们 我们不是的 我们是一大堆坏的狼 灰的狼 白野狼 都是不好的东西 但是一批神 算我们 declare我们 是一个完全新的 像耶稣基督的 一样的狼 羊 当我们变成新的时候 因为就是已过了 就是已过 才可能变成新的 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神必再怜悯 我们将我们的罪孽 踏在脚下 又将我们的一切罪 投于深海 第一个重点 罪孽还在不在 罪孽还在不在 罪孽在不在 在不在 还在 但是 上帝怎么样 把他踏在脚下 然后呢 把他投在深海 什么意思啊 上帝不会忘记的 上帝如果忘记 他就不是上帝 他是这个 这个 失忆症啊 老年痴呆啊 什么 上帝不会忘记事情的 但是他选择 不看 这个就是你我要学的 很多人伤我们 我忘不忘得了 很多人 这陷害我 我记不记得啊 我当然记得 很多人 你们不知不觉 有意无意被伤害 你们心里面 那个 在不在啊 但是你我选择 不去看他 就像上帝 一样 选择不看我们的罪孽 懂吗 这就是我们应该要 对付 应付 我们过去 所有救世的 一个方法 也是好事也好 坏事也好 我们选择 不看他 所以很多人说 forgive and forget 我觉得不accurate 你forgive可以 但是你不可能forget 你的脑袋 once is working 永远记得 对不对 so you will remember you will still remember even though you forgive 我不认为我们要forget 而是我们choose not to look at it 因为神爱我们 我们也愿意 爱别人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none of us can forget and can truly forget what happened but what we can do is to choose not to look at it 上帝没有忘记 我们冒犯他的 God will not forget those integrity that we have done 他只是刻意地 把我们的罪孽 放在他脚底下 不看他 but what he would do is he will tread our sins the integrity under his foot 把我们一切的罪 丢在神海里面 不特别地去 注目于他 through all our sins into the depths of the sea 这就是我们处理 一切旧事的方法 and that is the solution for us towards the old 我们一定冒犯过人 we have to do wrong wrong things towards others 别人一定冒犯过我们 we have been wrong by others before 我们都要放下 and we have to let it go 都要让它过去 we have to let it pass 弟兄姐妹 很多人得罪我们 对不对 and brother and sister many people has wronged us right 很多教会的姊妹 弟兄 都伤了我的心 他跟我撒谎 他骗我 他气我 哎呀 一大串 有的没的都有 so even those brother and sister in the church has wronged us before right 我们给人家机会 好吗 so brother and sister give a chance to others 上帝给我们几次机会 how many chances God has given us 上帝给我们几次机会 how many 七次 seven seven times 七十个七次 seven times seventy 如果上帝都给我 七十个七次的话 那我是不是也给 应该给别人 七十个七次 if God has given us seven times seventy times then should we do the same shouldn't we do the same 你要上帝怎么对我 我就 不是这样讲 上帝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对人 you should treat other people like God treated us 我再讲一次 我们做人 就是这个秘诀 so only one solution one trick in our life 你认识神的以后 after you know God 弟兄姊妹听好 2017年第一天 so brother and sister listen carefully the first day of 2017 上帝怎么带你 你就怎么带人 how God treat you and you should treat other people the same 不管你的家人 你的亲戚 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 你的孩子 都一样 it doesn't matter it's your family your office mate your children your friend your spouse 上帝怎么对你 你就怎么对人 how God treated you and you should treat other people the same 保证 一切ok everything will be ok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 不认识上帝 所以世界大乱 the only reason that we have such chaos in this world is because many of us do not know God 上帝怎么对你 你就怎么对 how God treated you and you should treat other people the same 好 最后 是重点 and the last 在基督里 and it's in Christ 只有在基督里 这些事情 都能够办得到 all of the things that we have mentioned can happen only in Christ 什么叫 在基督里呢 what is in Christ 你就是 住在他里面 留在他里面 持久的停留在 基督耶稣里面 这个叫做 在耶稣里 that is to do well resite remain and stay in him 弟兄姊妹 我们常常犯错 我们犯软弱 就是因为 我们跑来跑去 今天在基督里 明天跑在世界上 然后后天又干嘛 我们没有停留 持久 在基督里面 brother and sister often time that we sin is because we do not stay in him we do not remain in him 我们要在基督里 是持久的 长久的 是持续的 so brother and sister let it to be a continuous process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提高警觉 常常在圣洁面前 悔改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若我们要希望 在2017年 有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生命的话 if you wish to have a new beginning a new star in the beginning of 2017 第一件重要的事 就是救世已过 and the first thing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 should let the old path 所有的好的 坏的 让它过去 including the bad thing the good thing that you have done in the 2016 选择 不看它 you should let it go choose not to look at it 上帝给我们 七十个七次机会 God has given us seventy seven 让我们也给别人 七十个七次 so we can do the same we can treat other people the same way 是有很多人 冒犯 伤了我们 so many of us and many of us has been wronged by our people 若上帝都给我 这么多机会 我为什么 不可以给我的 弟兄姐妹 七十个七次的机会 and we should forgive others just like God forgive us 好 2017开始了 2017 has begun 给各位 几个重大的使命 I give you submissions 第一个 不准翻老帐 the first mission is not you should 男的女的 老的少的 你所有的 以前过去 不准再翻 因为一翻 你就马上 就违反了 上帝的命令 一翻 你就不住在 基督里面 求主让我们 看到我们自己 窝窜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 去喜欢翻人家的 脑障 上帝是圣洁的 公义的 也是慈爱的 怜悯 让他去处理 我所有的救世 好吗 让我们从2017年开始 就做对的事情 一是不翻老帐 而是好好地 持续地 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让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活 在神面前 能够翻转过来 你满不满意 你2016和你以前的生活 满不满意 你过得愉快吗 你过得好吗 如果你不满意 若有一点 你想要进步的话 我们从今天开始 就做对的事情 一个人要有进步 一定要付代价 就是你我要肯 做对的事情 不能够说 我照我以前 我做的 我要得到 所有的好处 没有这个事情 照着上帝的方法 才能够得到 上帝的祝福 要不然 你跟他祷告 没有用 因为你最基本的 都没有做 我们怎么有脸 我们怎么有情 可以跟他 能够商量 没有 好 2017开始了 你们准备好没有 Are you ready 2017 has begun Are you guys ready Are you guys ready Let all things pass away 让旧事都过去 Drill in Christ 让我们住在基督里 好 我们现在祷告 Let us pray 祖阿 我们感谢你 又给我们新的一年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giving us another year 给我们新的机会 New year New opportunity 有很多人来讲 都已经是 第几个期了 都不知道 但是神 你还是给我们 有机会 So many of us have wronged you many times But you still give us opportunity 我们求主 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从2017年 有一个好的 正确的 和神心意的开始 我们真的已经厌烦了 我们过去的软弱和失败 那些痛苦 那些不愉快 帮助我们做一个 合你心意的人 给我们力量 把我们所有旧事 全部都过去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住在耶稣里 因为你像我们所要的 就这么简单 行公义 好联名 谦卑地与主同行 是 do the right thing and walk humbly with you 主啊 祢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从2017年 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求主恩待 保守 看顾 祝福 奉靠主耶稣的名 and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感谢观看